中国马拉松选手出奇招 因为骑着脚踏车被取消资格 中国一名马拉松选手 参加徐州国际马拉松比赛遭取消资格 他在比赛过程中让人跌破眼镜 因为他作弊骑脚踏车 根据跑者世界报道 上周末这场马拉松比赛 举办在中国江苏省东部 显然他想要当个中国版阿甘 骑脚踏车被抓到后 主办单位多次要求他下车 据Fit World Sport报道 这名女飞毛腿不顾劝导 继续骑着她的脚踏车向前迈进 不幸的是 这位女飞毛腿似乎也不太会骑脚踏车 因为即使她骑着脚踏车 还是花了5小时38分36秒 才跨越了终点线 主办单位宣布 这名女飞毛腿丧失参赛资格 并终身进赛 想必就算她去参加单车比赛 她应该也会开车作弊吧 根据跑者世界报道 自从跑步在中国越来越盛行 发现有许多跑者 会在马拉松比赛之中作弊 去年11月的深圳半马比赛 超过了250名参赛者 走捷径被抓包 好 好